小指人侧着身子从窗户缝里钻进去的时候 房间里还保持着魏无线离开时的样子 蓝忘机背对着窗坐在岸边 指着了中医一动不动 指人线顿时不敢再进一步 怕被蓝忘机发现就这么维持着横贴窗棱的姿势 从缝里探进半个头去 可是过了半晌也没见蓝忘机有动静 指人线有点奇怪 心到难道就这么睡着了 那可是个好机会 指人线大着胆子钻进去 从蓝忘机身后小心绕过 贴到岸棋底下 从岸边悄悄探出半个脑袋 这一看吓了他一大跳 蓝忘机闭目依着暗言 一手按着心口 并边见汗 脸色十分难看 这会儿离得近了 断断续续的艰难吐息声 也被他听在耳中 难怪丝毫不察有人入侵 指人线急急围着蓝忘机转了一圈 不知道蓝忘机到底怎么了 这肯定不是风寒了 也不知道他身上有多少自己不知道的暗伤 又想起四椎说他两年前曾经病危的吓人事 生怕他有个好歹 四椎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看这样子 从他离开到现在 恐怕都没人进来过 也不知道蓝忘机这样难受了多久了 自己真是该死 明知他病着 出去的时候应该告诉四椎一生的 可那时候满脑子他都是逃离 压根没想到别的 正在暴露自己去通知四椎 和回本体去亲自再过来之间挣扎的时候 蓝忘机忽然轻身呕出一口淤血落在岸上 随后似是缓过来一些 动手从岸上的乾坤袋里 举出个瓶子 倒出两粒药来服了 指人线赶紧藏好 正准备从窗口溜出去找四椎的时候 门一响 终于有人进来了 蓝忘机一抬手将血迹引了去 撑着稍微坐直了些 韩光君 四椎近来见蓝忘机只着了单衣坐在岸边 被他难看的脸色吓了一跳 赶紧拿了外衣给他披上 韩光君您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蓝忘机和睦调息 滴滴道 无事 服过药了 四椎一眼扫到岸上的药瓶 反应过来 皱眉 好好的怎么又发作了 环顾了一眼房内 四椎忽然觉出哪里不对 咦 魏前辈呢 我以为他一直在 才没敢进来打扰你们 窗缝里的纸线人 默默低下头 蓝忘机道 他和温宁有点事要办 先走了 走了 四椎有点吃惊 他不等您一起吗 蓝忘机和睦不语 指人线顿时充满了负罪感 四椎又倒了杯水递给蓝忘机 在他身侧半跪下来 神色很是难过 韩光君 就算你打算一直这样 也别折磨自己 求你了 与他无关 蓝忘机轻轻淤了一口气 放下杯子 似是缓过来一些 怎么可能无关 是不是魏前辈又说了什么 惹你难过了 本来今年旧伤都好多了 怎么会突然又被勾起来 您总是这样骗自己 跟我们说放下了不在意 没事的 转头就闷在心里折磨自己 本以为魏前辈回来了 大家都开心 什么都好 结果您怎么把事情 弄成这样呢 好了 蓝忘机打断他 与他无关 指人线捂住嘴 原来真是被自己害的 怎么无关 您这些年装装见见 哪见不是为了魏前辈 就连 丝追猛地住口 咬住了嘴唇 就连什么 蓝忘机皱眉 看着几乎有点失态的丝追 四追 你最近真是太放肆了 指人线心里漏跳了一拍 装装见见都是为了我 为了我什么 听了一下午的书 说韩光君逢乱必出大显神通 虽然武响山那一节有些蹊跷 但他也没听出来 这装装见见如何与自己有关了 四追被蓝忘机略略一刺 低头跪下了 肩口不语 眼眶里却有泪珠在打转 每一会儿就断了线似的扑色扑色往下掉 怎么擦也擦不干 蓝忘机皱眉 觉得四追今天很反常 缓缓问道 四追 发生了什么事 指人线见他们注意不到自己 胆子也大了些 飘尽了趴在椅子底下 倒吊着伸着头看 心里噎噎称奇 这小四追看着雅正稳重得很 居然会在蓝湛面前哭得稀里哗啦的 四追把眼泪擦了又擦 抽气道 今日本不该的 不该惹您 普尊君说您不能 可是我 别哭了 有事说是 那 那您先答应我 您别激动 蓝忘机听他说到这里 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了 一手扶上四追的肩 低声问道 你都想起来了 四追一颤 默默点了下头 指人线听着他们打暗语似的 白爪挠心 这是想起了什么 倒是说清楚啊 蓝忘机微微一叹 何时的是 就 今天 四追捶着头道 今天 酒醒了以后 就感觉怪怪的 后来遇到温 温先生和他聊了一会儿 忽然就想起来了 指人线心里忽然开始 狂跳起来 是了 温宁也说 四追和他聊了一下午 还说觉得亲切 蓝忘机意味不明的微叹 哼 酒可真是个好东西 那你们相认了 四追又抹了一把眼睛 摇头 没有 蓝忘机有点意外 没有 为何 我 我 我心里乱得很 想先问过您的意思 指人线猛地捂住了嘴 天哪 湘润 温宁 阿怨 天哪 蓝怨 温怨 是了 是他 四追说过 我是孤儿 从小跟着韩光军长大的 他昨晚问蓝湛 你还记得阿怨吗 蓝湛 犹犹豫豫地回了他一句记得 演技可真拙劣啊 自己居然没注意到 分明就一直待在身边 这就是他在土里 中过的小天使阿怨啊 他没有死 他被蓝湛带回了云深不知处 还成了蓝湛唯一的入室弟子 养成了如今这般出条周正的翩翩少年 城中遥远的寄馆屋顶上 温宁看着眼前离魂脱窍而去的魏巫县忽然泪流满面 被吓了一跳 连换了他几声 公子 公子你怎么了 魏巫县并不应该说去客栈找寒光军去了 那怎么都不会有危险吧 客栈中蓝旺鸡正说道 你既然都想起来了 心缘天性 这种事何须问我 这是好事 你哭什么呢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 私追仰脸看着蓝旺鸡 泪止不住的掉 我是温室后人 摄日之中 温室与县门百家与血仇 韩光军为何要捡我回来 也是看在魏前辈的份上 是吗 指人献一颤 忽然明白了私追方才没说完的那句 就连 蓝湛这些年装装渐渐都是为了自己 就连私追 都是因为自己才带回蓝家的 养一个温室遗孤在云深不知处 还收为入室弟子 魏巫县很难想象蓝旺鸡 这是顶了多大的压力做这件事 阿怨的事是这样 其他的装装进见呢 蓝旺鸡沉默了一会儿 如实答他 是 私追低头攥紧了蓝旺鸡的下巴 抽气道 我 我日后 何以自处 又何以面对景仪他们 景仪他的父亲 私追没再说下去 蓝旺鸡明白他的意思 孤苏蓝氏在摄日之争中 亦伤损了不少修士 其中就包括景仪的父亲 所以他们才败入蓝溪尘的门下 而不是有自家父辈亲自教导 私追 你起来 蓝旺鸡伸手去扶他 私追却不肯起来 他今天恍然极了 家训都抛去天边了 他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还有资格谈家训这两个字 他能抓住的人 只有一手养大他的寒光君了 只有这个人永远不会抛弃他 像个幼童那般抱紧了蓝旺鸡的腿 私追放肆地把脸贴在蓝旺鸡的膝上 滴滴问道 杭光君 我该怎么办 蓝旺鸡扔他衣着 抬手扶上私追的发顶 缓缓道 你心里先存了门户之间 别人意会这般看你 你心里若坦荡 又怎会不知如何自出 私追静静听着 问道 如何坦荡 我是温氏后人 这是原罪 蓝旺鸡微微摇头 什么是原罪 不相干的人 无人能定你的罪 相干的人 涉日之争 火烧云身 蓝旺鸡人人都与你有仇了 你的身世 我 兄长 叔父 都清楚 这些年 可又有谁搏带了你 私追愣住 没想到 泽乌军和蓝老先生 居然都知道他的身世 无想山上 泽乌军明知道他的身世 居然还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说那样的话 蓝旺鸡见他愣正 傅又道 我早就与你说过了 姑苏蓝氏有教无类 蓝氏弟子一视同仁 你不必心思太重 私追色然 那爷得是蓝氏弟子才行 众阴落在蓝氏两个字上 蓝旺鸡低咳了一阵 道 你若实在介意 是想跟温宁走 私追浑身一震 猛地抬起头 看向蓝旺鸡 恍然道 不 不是 我没有 韩光君 若是我们相认了 你就要赶我走吗 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没有赶你走 蓝旺鸡安抚地拍了拍私追 私追 你听着 不管以后你叫温怨还是蓝怨 也不管你以后是不是还在蓝氏门下 你都是我蓝湛的弟子 只要我在 就不会不管你 听明白了吗 私追咬着唇泪如雨下 拼命点了点头 说完这一句温和的 蓝旺鸡语气转为肃然 又道 但如今你既已明了身世 又即将夜城出师 何去何从 何亲何愁 何以自处 却不该再等我教你了 你须得自己想明白 听清楚了吗 私追收了泪 松开蓝旺鸡 后退一步 俯身全力 听清楚了 弟子紧记在心 指人献在旁边围观的全城 百感焦急 又是酸涩难过 又是喜出望外 又是羡慕嫉妒 有蓝湛这样的师父 长在姑苏蓝氏这样的世家 阿愿何其有幸 江丰眠虽然带他很好 但甚少归宿他什么 约梦僵尸的家训 就一句话 如何领悟 各凭自人 都是野草般随意生长 如蓝家这般 规矩方圆的教育 如蓝湛这般 宽颜相继的师长 他却从没机会遇到过 蓝旺鸡疲倦的 合了合眼 问道 昨日罚你识遍家规 可抄完了 还没 替我打点水来 你自去抄书吧 是 四追站起身 乖乖出去打水了 如今这抄家规 于他可不是惩罚 而是安慰了 蓝旺鸡还肯罚他抄家规 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事 过了一会儿 四追拎了几桶热水上来 填满芋桶 犹豫着想留下服饰 被蓝旺鸡毫无商量余地地赶了出去 指人线立刻屏住了并不存在的呼吸 蓝旺鸡毫无所觉 一件件脱掉了衣服 慢慢坐进芋桶里 指人线第一次见蓝旺鸡赤裸身体的模样 恍然被迷了神去 蓝旺鸡身材是消瘦匀称的那一挂 肤色很白 就趁着那些旧伤痕愈发的猙獰显眼 不仅背上有 胸前有 腿上也有 臂上也有 恐怕不仅仅是戒鞭 这一身遍体鳞伤 到底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蓝旺鸡靠在浴桶臂上合了眼 并没有什么力气替自己清洗 只是冷汗热汗出了一身 腻着难受 泡一泡罢了 指人线悄悄偷窥 并没有半分心虚 他今日就是打定了主意来做小人的 蓝旺鸡微微仰着头枕在桶檐上 半截锁骨露出水面 镜像微躯 猴节隆起 安静如雕像 魏无羡倒不是第一次撞见他沐浴 冷泉都看过两回了 可为什么以前就没觉得这画面很香艳呢 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 诱人 蓝旺鸡长得确实好看 蓝氏双臂兄弟当年排在世家公子榜一二 那自是公认的美人 蓝旺鸡和蓝锡臣其实长得很像 兄弟俩虽然不是双生子 但却像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可当年魏无羡敢调戏蓝战 可从来没有调戏蓝锡臣的心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蓝锡臣是蓝家的家主 可反过来想想 若蓝旺鸡是蓝氏的家主 他就不敢调戏了吗 恐怕还是敢的 可见这跟地位无关 把蓝锡臣的脸从脑海中掉出来 和蓝旺鸡放了个并排 指人线左右看了看 默默摇了摇头 这个也不行 蓝锡臣让人见之可亲 春风话雨 蓝旺鸡第一面却只会让人感觉到 刀兵凛冽之气 直压过了长相去 如今十六年过去 蓝旺鸡风锐一脸 不再随意出窍 就这么安静靠在这里 依旧能让人隐隐察觉到神兵藏风的暗涛汹涌 不动则已 移动则惊绝天下 指人线不敢再进前 只敢远远的瞧着 蓝旺鸡并没有睡着 在进前恐怕就要被他发现了 又过了一会儿 蓝旺鸡从浴桶中起身 换了一件新衣 擦了擦头盖 回到榻上躺下休息 私追没过一会儿 也敲了门进来 把东西收拾了 又把抄了一半的家规拿了过来 到蓝旺鸡房里接着抄 看来今晚是打算守在这里了 指人线耐心等了好一会儿 看私追抄的专心 悄悄绕过他 飘到榻上 小心观望了半晌 确认蓝旺鸡已经睡熟了 一步一蹭的来到镇侧 试探着摸了一把蓝旺鸡的墨额 转身就跑 藏到榻和墙壁的缝里 再一探头 见蓝旺鸡毫无反应 终于放心大胆的摸回来 刚刚那一摸 觉得有些不正常的热量 再摸一下 果然又起烧了 难怪警觉性这么低 不过谢天谢地 这可真是作案的大好时机 他已经知道了 蓝湛对他是什么心思 那么轮到他来试验一下 他对蓝湛究竟是个什么心思了 指人线爬到的蓝旺鸡 拉到河下的被子上 慢慢弯下腰去 对着那般因为高烧和病气 而略略失色的唇 轻轻啄了一下 然后飞快地逃跑 逃回床缝里 回头一看 蓝旺鸡依旧无知无觉 指人现摸了摸自己的唇 又摸了摸自己的脸 有点烫 味道不错 一点都不恶心 一点都不讨厌 还有点意犹未尽 大着胆子又爬回去 这回小指人整个趴在了蓝旺鸡的脸颊上 猛地贴上了蓝旺鸡的唇 摸来摸去的亲了半天 感觉全身都被蓝旺鸡唇上的热度烧了起来 快要烧化了 他想要的 他想的 想要听他说话 想要做什么事都和他一起 想他开心 不想他难过 想要亲亲 想要嬷嬷 想要抱抱 他想的 温宁守着魏无羡的本体 目瞪口呆地看着魏无羡两颊飞红 一行鼻血流了出来 蓝旺鸡寺是感觉到什么 微微辗转 并没有醒来 昏昏唤了一声 吓得指人现刺肉一下 钻进了蓝湛的被子里 司追听见了过来查看 发现蓝旺鸡又起了烧 当他又烧得糊涂说胡话 只得叹了口气 去搅了凉毛巾来给他敷在额头上 指人现服在蓝旺鸡胸口 听着他不太规则的心跳 又激动又难过 蓝旺鸡并没有摆成标准的蓝室睡姿 而是微微全起 听着心跳也知道他恐怕依旧很难受 指人现徒劳地替他揉了揉胸口 就听蓝旺鸡又唤了一声自己 忽然意识到这并不是说胡话 恐怕是灵体感应到了自己在身边 想不到都病成这样了 灵体感应还如此之强 是不是该夸一夸 鬼道双修名不虚传 魏无羡忽然产生了一个胆大包天的疯狂念头 小指人张开双臂 努力抱了抱蓝旺鸡悄然退出 飘身远去